在每一个不同的曲风来讲 我觉得我自己放了很多的心思 在每一个曲风里面 这一次要接触的是金句 戏曲这一块 我觉得是完全陌生的一块 所以其实自己有很大的期待吧 很大的期待是希望说 在透过老师 然后可以跟他们学习到一些 最精华的部分 当然也是只有短短的时间 但我也希望在这短短的时间 可以把所有的努力集中起来 然后到时候在表演的时候 大家看到一个 很完全不一样的张少涵 对 好的 微微笑 欢迎微笑 对 我觉得困难的地方在于 流行的唱法跟金句的唱法 它是完全两码子的事情 学到的东西在舞台上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 当然因为我觉得我们还是流行音乐的演唱者 所以在流行音乐要跟金句做一个结合的时候 它那个味道可能跟拿捏要拿捏得很好 就是一半一半的兰花纸 哇 我觉得这就真的特别的困难 因为我们一般想的兰花纸就是这样子而已啊 可是错错错 对 你看我是远的 你是直的 你直的又不好看 然后就剪得很生意的 往上翘 对 舍近的往上翘 而且你这小拇指也要弯进去 这小拇指也要弯进去 否则就像兔子一样 好 老师说这个食指呢 要特别的用力 然后呢也不能太歪 所以手要变成是很直这样子 可是你又要有力道 然后又要柔美 所以光是这样子在做这样一个动作 我觉得那就要几年的功夫在里面了 所以我刚刚真的就学了一整天的一个时间这样下来 我觉得才抓到一点点的诀窍而已 大概才抓到一点点的感觉 所以很难想象 像这么优秀的老师们 他们要花多少年的功力在这里面 那也就希望说 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 我可以抓到一些精髓 我觉得我看到了这些 是我得到 我得到好多 我学习到好多 我也成长了很多 所以虽是短短的时间里面 我们就要做这么多的事情 我们要做这么多的表演 不同的曲风 可是我觉得 当我努力的那一瞬间 我感到好快乐 我感到太多了 我感到过来 这么多的事 正在这里的